我們看正 正這裡沒有連接 可是在刻的時候是刻到這麼尖 然後快要連到塌了 所以這裡竟然沒有塌出來 看起來怪怪的 好嘞 我們試試看正常的方式 我們當然有點連帶行梳的感覺 首先上面這一層是短的 加一點點粗膝 這個是斜下來變尖尖以後膩過來 大概上右邊比較長再伸進去 上面有點梯形 然後這個點要夠飽滿 應該已經沒有什麼筆畫了 這點都要略帶飽滿 小小但是要夠飽滿 魚的第一個橫畫寫的比較暗下去 再來就是開始輕盈輕盈輕盈 到這裡勾得很長 然後這細細瘦瘦後面停住戴起來 撇一樣出到細點 吸到出 然後點帶一下 然後下面的點比較重比較飽滿 煙 煙的看上面 哇 字鐵踏得亂七八糟 人家這邊脈絡十分清楚 橫畫點的話只有這裡刻錯 要重新刻一次 刻得十分清楚 結果那個踏的時候踏得亂七八糟 好 那我們看煙 剛才講說上面這一橫是十分清楚 你就把它寫到十分清楚 不要像踏本一樣 破破爛爛的這裡稍微扭轉一個裝飾性的筆法 然後橫畫也刻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有時候踏背會把字踏的壞掉 那我們在還原的時候是還原到正常的樣子 盡量不要還原到背壞掉的樣子 除非有特別需求 特別需求其實是指的是像歷書的那一方面 最有可能 歷書有時候背踏得不清楚模糊 反而好寫寫起來才漂亮 踏得清楚刻得好反而難寫 好 醃 分 起筆花下來 寫下來 感覺比較平行 細細瘦瘦 撇下來 然後點 兩個點 位置大小都稍微錯落一下 不要真的 就像那個電線桿一樣 拍得太整齊也怪怪的 好 分 稍微降低一點 彈起來 彈起來目的是為了寫 這個納 飽滿的納 往旁邊送出 分 揪 連續兩個密 它就開始做變化了 這裡是一片 跟剛才那個細細瘦瘦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細的 然後粗的 然後到細的 又跟剛才不一樣 方切 帶上去 撇 就完全不太一樣 這是書法家的 堅持 堅持 每個字 連續出現的時候要不一樣 其實不連續也會不一樣 多多少少 到後面一個筆鋪開了 所以上去之後一點點 鎖 這個鎖好可怕 全部都瘦的 完全找不到一點肉 如果說 每個字都長成這樣子 那就可能就完蛋了 還好 偶爾出現 無傷大 哇 這個都是瘦的 只有這裡還勉強 有一點點粗細 哇 又來一個瘦的 怎麼連續兩個都瘦 這三個是一組 另外這兩個一組 裝飾性的筆法 拉冷藏中間空隙很大 敵人要有壓下來的感覺 所以要稍微往下拉 一